女孩被竹马陷害入狱 在弱肉强势的监狱里 为了保命 不得不成为室友的监狱伴侣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监狱伴侣 竟是男扮女装的封批大王 女孩叔叔 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并且 她的妈妈 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天才科学家 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 母亲备受打击 伤心欲绝的母亲 再也没有怕出房门半步 就连唯一的女儿也不闻不问 从此叔叔 失去了母亲的呵护 不知是上天对她的怜悯 还是对她的惩罚 在一个男孩到来后 让她在往后孤独的生活中 多了个相依为命的人 随着二人渐渐转大 男孩爱德文 成为继母亲之后的首席科学家 多年的相伴 但爱德文对叔叔 产生几乎偏执的占影欲 这天叔叔本来还开心地 去参加同学聚会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也是他命运转折的开始 他竟意外地 被卷进了一桩杀人案 监狱里 爱德文极力劝说道 证据确凿 你最好承认罪行 并撤回上诉 要不然 就会被看重刑 他绝望地跌坐在椅子上 爱德文安慰道 只要你在狱中 稍微忍耐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抄出真虚 到时候 你就会被无罪释放 几日后 法庭上叔叔 被当堂判处 五年有机徒刑 而台下唯一关心 他的爱德文 低着头 却露出滚异的笑 而另一边的地下市场 三个行为 古怪的人 向老板提出 购买五年囚犯身份 而且在三人的谈话中得知 他们竟在南半美庄 老板一联网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弄这些干什么 只见一人回眸 看向老板 疯癫的囚犯 还能去哪里 此时 叔叔已经被带到 奥格维尔最豪华的 私人女子监狱 这里被称之为 富人的别墅 囚犯每天只需 做极少的劳动 其余时间都可以用来享乐 换句话说 他们是一群有钱 也无法获得自由的风味 叔叔被狱警一程 推进牢房 他看了看未来五年 都要待在这个监狱 比起监狱 这里更像宿舍 监狱紧要走 他急忙喊道 你还没告诉我 这里生活的规矩吗 预警头也不回地告诉他 你监狱的前辈们 很快就会给你 这个新人上一刻的 郁闷地他放下行李 揪起衣服 看到标签上面 洗着卷心菜 怎么你要当场脱衣服 他抬头看向说话之人 只见一位长发美女 勇满地俯视着他 这也太好看了 叔叔看得有些出神 反应过来后 瞬间红了脸 他双手扑在胸前 然后瞥了一眼那人的标签 迷你猫 估计他的已不是真 我还很期待看见那一幕 真可惜 随即那人躺下 叔叔很是无语 这人真是嘴不对心 明明是不感兴趣的表情 可叔叔还是会不自觉地看向他 抛开迷你不说 他倒的确像只漂亮的猫咪 正当叔叔摆放物品时 门被哐当一下踹开 不出意外的意外找上门了 有人上门挑衅 眼见一名粗壮无比的红发女人 带着一群人嚣张地叫嚷着 207号的新人 真是不懂规矩 都不出来露个面 叔叔礼貌地询问 对方是谁 怎料那群人疯堂大笑起 为首的女人看了眼 叔叔衣服上的绰号 你叫卷心菜 我是200号的马力 这里的人都用绰号 不用证明 我听说 这次新人里有一个角色 虽然你也很可爱 但还不足以被称为角色美人 叔叔被这人吓得不轻 他瞥了一眼上头 他说的角色美人 应该是这个迷你猫 卷心菜 你的室友是害羞了 还是单纯没教育 看着女人凶狠的表情 叔叔吓得几乎要晕厥 我们也才刚认识 所以不太清楚 这时迷你猫坐起身 漂亮的脸蛋 瞬间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 本来还凶巴巴的马力 立马饭起花吃 叔叔下意识回想 刚才自己也是用这么蠢的表情 看他的吗 这时 迷你猫走下床 马力主动上前搭讪 却被迷你猫无视 他强压怒 毫不吹嘘 这里二百多户人都听我的话 所以小美人 只要你跟了我 保你在这里过得舒舒服服 迷你猫选择再次无视 这下 马力再也压不住我了 看你长得好看 本想好好疼疼你 结果你竟敢无视我 你这个贱人 说着一只大手 狠狠抓住迷你猫的肩膀 要教训一下 叔叔以为迷你猫要被欺负 大喊到等一下 就见迷你猫迅速回身 狠狠地抓住那人的脖子 双手并用 然后毫不费力地 直接将那人从窗户扔了出去 在场的人全都被惊到了 叔叔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柔弱的迷你猫 这里可是三楼 其他人吓得纷纷逃离 只留下惊魂未定的叔叔 和这个恐怖的迷你猫 谁料下一秒迷你猫就叫住他 你叫卷心菜市吧 以后请多关照啊 小美女 没想到 叔叔竟又被这人伍妹的样子 摇得脸红了起来 女孩因为竹马自私的爱 被送进女子监狱 贵求自保 成为监狱大佬的妻子 本以为是一场女女之间的爱情 却在被对方吃干抹尽后 发现对方是男人 出入监狱的叔叔 体会到了这里的凶险 他的室友前一秒 刚把找上门的玛丽扔出窗外 后一秒便叫叔叔日后多多关照 可叔叔万万没想到 这所谓的关照 竟是让他一人干两人的活 他拿起锋利的刀 迷你猫 你简直就是个人渣 随后默默抽气起来 他没想到 自己被分配到包洋葱的工作 自迷你猫将玛丽扔出窗外后 想给他立下马威的犯人接连不断 当然 他们都被迷你猫 毫不留情地教训了一顿 然而 作为迷你猫室友的叔叔 却也被连累 一个满脸上的人 凶狠地找上他 你和那个疯女人是一伙的吗 尽管他极力否认 可对方根本不信 直接将他按在墙上 就在叔叔以为 自己要被教训一顿时 玉警及时出现 这几次在危急时刻 玉警都会及时赶到 但他深知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一想到那样的画面 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最让他气愤的是 迷你猫明知自己被他牵连 却还故意装聋作哑 而且包洋葱 本是两人共同的工作 现在却全扔给了他 今天 叔叔下定决心 必须要找迷你猫讨个说法 就在他吃饭时 竟听到林桌谈论起迷你猫 原来 他是境外凶犯 还是游斯波亚人 这可把叔叔吓得不轻 那是洛克温国不予认可的 以魔法 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国家 所以 狱警们都不敢招惹他 怕惹上国际官司 叔叔越听越觉得无力 他来讨说法是没希望的 毕竟他可没胆子 让这个能够以一滴十八的 尤斯波亚境外凶犯 和自己一起包洋葱 这时 狱警走到他身旁 卷心菜 有人来看你 来人是爱德文 他看着销售的叔叔 顿时满眼心疼 竟哽咽起来 你被关在这个地方 我真的很担心 他见爱德文哭了 赶忙安慰道 别担心 我还挺适应这里的 二人的手掌隔着玻璃放在一起 叔叔我知道你不好过 但你再忍一忍 可叔叔却让他不要再过来了 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你说不定会受到非议的 没关系 你不用担心这一点 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因为他买下这天所有的探监资格 利美尔你相信吗 叔叔竟哽咽着 让我不要哭 卡莱克莱教授特训的演技 发挥了作用 不过 看到叔叔销售的样子 爱德文心里 还是有些不舒服 利美尔不明白 既然这么担心 那一开始 别把他送进监狱 不就好了 原来 在叔叔的同学聚会上 是爱德文社局 让他进入案发现场 然后伪造证据指向叔叔 只有将他关在 没有男人的地方 他才放心 要是拥有自由身的叔叔 和别的男人谈起恋爱 他会忍不住 把那个男人碎尸万端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是他没有预料到 监狱里备受欺凌的叔叔 担心跪在室友面前 迷你猫 你愿意做我的监狱妻子吗 这天夜里 叔叔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梦 他置身于熊熊火海之中 炙热的火焰 让他痛苦不堪 就在他绝望之际 一个男人出现在火海里 他急忙伸出手 向男人求救 可男人却冷漠地张开手掌 向他施展魔法 他惊恐地大喊 不妖 随后从噩梦中惊醒 看着悬在半空中的手 他这才意识到 只是一场梦 这时他只觉口渴难耐 习惯性地摸索身旁 却只触碰到了空气 当他准备翻个身接着睡时 却惊讶地发现 迷你猫端正地坐在窗前 他询问道 这个点你怎么还行的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直到听见某颗卷心菜狼嚎的声音 真是无语 原来是自己的哭喊声吵醒了他 迷你猫竟对他的梦有些好奇 是什么梦 让他如此疯癫 我梦见自己被活活烧死 迷你猫将手伸到自己的脖梗处 那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吧 见迷你猫主动和自己沟通 叔叔犹豫着 要不要现在开口 俗话说 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他实在紧张 心想不管了 干就完了 那个 迷你猫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迷你猫看向他 明天不是要干木工活吗 一个人组装桌椅太难了 叔叔越说越胆怯 文言迷你猫 竟又把头转了回去 叔叔暗想 我是不是不该开口吗 他不会直接把我做成桌椅吧 迷你猫并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让他 把手伸进枕头下面 他伸手摸出一瓶水 心中满是疑惑 这里怎么会有水呢 就在这时 迷你猫起身 卷心菜 有时候我看到愚蠢的东西 会变得亲切一些 但你要记住 无偿的好意少之又少 说完 一下跳到自己的床铺上 叔叔则看着手里的水 嫌弃地拿得老远 我是不会喝 气愤地他把凳腿砸得框框响 跟我扯什么亲切 不还是没来 可他身旁的两个人 也是很奇怪 总是喜欢折 他们这次要把手里的锤子 放到301号房的迷迭箱床铺下 杰克复刻道 当预警发现锤子不见了 我一定会去打小报告 让他们最先搜查 迷迭箱的床铺 糖果少女和杰克 是206号的犯人 他们的疯癫程度 仅次于迷你猫 他们既不敌视 也不害怕迷你猫 也是叔叔在监狱中 唯二能聊得来的狱 叔叔觉得 他们可比迷你猫 有人情味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和迷你猫是同 叔叔向他们讲述自己前天 又差点连着被子 被其他犯人踩成肉饼 这时 杰克倒是给他想出一个办法 能让他摆脱现状 不过就是有点恶心 他瞬间来了精神 真的吗 什么方法 你可以给迷你猫当监狱妻子 听到这个办法 叔叔瞬间僵硬在原地 可在监狱 谁为我们主持婚礼呢 杰克也是无语了 这都什么脑回路 所谓的监狱妻子 其实就是监狱伴侣 单纯的叔叔此刻大脑高速运准 当他想明白后 脸蹭的一下红了起来 可我们两个都是女人啊 那又怎么了 要知道 这个世上甚至有人可以 和油桶翻云覆雨 所以卷心态 你要想活命 就得让自己在迷你猫眼中 比油桶更有魅力 叔叔又不懂了 这是啥意思啊 因为104号房的青鸟 已经盯上来了 她是奥和墨上医院医院的女儿吧 可她为什么会盯上我呢 因为青鸟被迷你猫甩了 而她被甩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你呢 此时 青鸟拿着短刀抵在叔叔腹部 你长得真丑 她的刀滑到叔叔的脸上 猴发像田鼠一样 眼睛还是黄色的 简直就像腐烂的垃圾 虽她用过激的语言攻击叔叔 但她还是想试图解开误会 我和迷你猫 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都是误会 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是指扬言要划破她的脸蛋 就在危险关头 迷你猫一脚踹门而入 看了一眼叔叔后 便自顾自地点了一根烟 你们继续 这可把叔叔气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这个无情的混蛋 可这时 青鸟却一脸兴奋地跑到迷你猫身边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随便处置她对吧 文言迷你猫开口道 青鸟 我喜欢女人 但是我并不想和你上床 迷你猫猛地抓住青鸟拿刀的手 直接来了个反手擒拿 你对卷心菜是杀是寡 都与我无关 但今天不能对她动手 因为我的椅子 坏了 需要修理 叔叔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只是为了修椅子 叔叔回到房间 竟真的在修椅子 迷你猫则躺在床上 这时 他意识到 是个不错的时机 于是鼓足勇气 迷你猫 我有正经事要和你说 因为我最近实在太困扰了 但你也可以假装听听就行 迷你猫却想在梦里听 叔叔立刻上前拉起她 不行 我这就说 这次清鸟的事 让我深刻意识到 我需要一个靠山 如果你迷你猫 能成为我的监狱妻子 其他犯人 应该就不会欺负我 只见叔叔单膝跪下 他紧张地回想着 接下来要怎么做 接着伸出手 迷你猫 你愿意做我的监狱妻子吗 监狱里 女孩未保命 竟成为封批大佬的妻子 被对方吃干抹镜后 才发现对方是男人 监狱里备受欺凌的叔叔意识到 自己需要一个强大的依靠 而是有迷你猫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 他单膝跪地 真诚地问道 迷你猫 你愿意做我的监狱妻子吗 那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 只能清晰地听到 二人的心跳声 然而 迷你猫却冷漠地回应道 抱歉 叔叔瞬间如遭五雷封顶 尴尬地将在原地 他觉得 对方不是说的滚蛋 而是郑重其事的拒绝 这更让人受伤 迷你猫表示自己 以心有所属 叔叔闻言立刻站起 询问对方是谁 迷你猫淡然一笑 由头 此时的青鸟愤怒不语 他很是疑惑 因为迷你猫拒绝他的理由 是因为有室友 所以不方便交往吗 那难道不是 让自己想办法 把卷心菜处理掉的意思吗 可为什么 他又去救那个人呢 这时 身后传来一句 需要帮忙吗 你还不知道吧 卷心菜想让迷你猫 做他的监狱妻子 俗话说 进水楼台仙得月 身为迷你猫室友的他 肯定更容易接近迷你猫 如果我是你 就会采取更有效的方法 然后 将一包东西递给青鸟 他看着手里的药粉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文言黄毛暗笑道 很简单 因为我不想让卷心菜 过得太舒坦 第二天 卷心菜端着刚打好的饭菜 找座位时 青鸟故意撞上 趁对方不注意 将药粉撒进他的食物里 得逞后还倒打一耙 让他走路看着你 见尾被发现 青鸟露出得逞的笑 心中暗道 一路走好 卷心碎 饭后 不知情的叔叔 亮腔地走出食堂 他不明白 为何自己突然头痛不已 甚至走路都站不稳了 他无意识地 撞到路过的人 对方不依不饶地 骂骂咧咧 你没长眼睛吗 此刻 叔叔已站不稳了 身子一歪 沽通倒定 他大口喘着气 身体滚烫 意识开始模糊 身上止不住地颤抖 他能感觉到 身体明明在发烫 可自己却觉得豪冷 恍惚中 黄毛走到他身边 伸出手 真相之冰临死亡的小老鼠 听到冰死二字 他心中顿时 涌起无限悲伤 光是蒙冤入狱 就已够委屈了 现在竟然还要 死在监狱里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医院里 爱德文看着病床上 脸色苍白的叔叔 终于意识到 把他送去监狱 是错误的决定 而是应该送去精神病病 如此病态 又疯狂地占有欲 让一旁的助手震惊不灵 原来 在爱德文小的时候 一场大火 令他家破人亡 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 后来他被领养 遇见当时还小的叔叔 生活才重燃希望 他们同命相连 自叔叔父亲去世 伤心过度的母亲 便把自己关在房中 闭门不出 尽管叔叔失去了母爱 但他的性格 依旧活活开了 爱德文深知 叔叔是他生命中 濒临溺死时的 唯一救赎 所以爱慕着他 坚决不能让别人染指 可他没想到 监狱里竟也会有男人 还偷了他的菜 等叔叔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搬到了单人牢房 一开始他还挺开心 但一个多星期以来 每天只能看到白墙 这简直要把他逼疯了 他按下决心 等出去后 绝对不要和其他囚犯 扯上关系 随着追压的开门声 他的独居生活结束 当他去图书馆借书时 图书馆理员 却像疯了似的大汉 我要杀了他们 垃圾魔法师 他们该统统被火烧死 他是在奥格威尔 关了最久的犯人 布姑娘 当他看见叔叔身后 出现的人时 大骂 你这狗东西 我怎么可能是狗呢 应该是猫咪才对 你是老糊涂了吗 是迷你猫 这次很奇怪 叔叔在看书 迷你猫 竟坐在他身边看着他 叔叔疑惑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然后指了指身后的 那个老太婆 他太可怕了 我出不去 可看着布姑娘的表情 分明是他害怕迷你猫才对 看来 我们是相互害怕 叔叔本以为 在图书馆会自在一些 当他看到书上的小鸟时 想到了轻药 他觉得 给自己下药的人 应该就是轻鸟 于是 他问迷你猫 你知道轻鸟 为什么讨厌我吗 我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知道他会给你下药 文言 叔叔激动地站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相处 此时迷你猫 蛮不在乎地表示 除了他想睡的人之外 他可不打算 和其他人好好相处 你想和我睡吗 听到对方如此直白的话 叔叔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之前 自己想找迷你猫 做靠山 才想让他 做自己的监狱妻子 可迷你猫的理由 却是想睡的 他不好意思地问迷你猫 你改变主意了 其料迷你猫看着他 我不想做 对我没好感之人的妻子 卷心菜 你喜欢我吗 女孩因为竹马自私的爱 被送进女子监狱 为求自保 成为监狱大佬的妻子 本以为是一场 女女之间的爱情 却在被对方吃干抹尽后 发现对方是男人 监狱里备受欺凌的叔叔 这天夜里 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梦 他置身于熊熊火海之中 湿热的火焰 让他痛苦不堪 就在他绝望之际 一个男人出现在活海里 他急忙伸出手 向男人求救 可男人却冷漠地张开手掌 向他施展魔法 他惊恐地大喊 不要 随后从噩梦中惊醒 看着悬在半空中的手 他这才意识到 只是一场梦 这时他只觉口渴难耐 习惯性地摸索身旁 却只触碰到了空气 当他准备翻个身 接着睡时 却惊讶地发现 迷你猫端正地坐在窗前 他询问道 这个点你怎么还醒着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直到听见某颗卷心菜狼嚎的声音 真是无语 原来是自己的哭喊声 吵醒了他 迷你猫竟对他的梦 有些好奇 是什么梦 让他如此疯癫 我梦见自己被活活烧死 迷你猫将手伸到自己的果梗处 那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吧 见迷你猫主动和自己沟通 叔叔犹豫着 要不要现在开口 俗话说 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他实在紧张 心想不管了 干就完了 那个 迷你猫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迷你猫看向他 明天不是要干木工活吗 一个人组装桌椅太难了 叔叔越说越胆怯 文言迷你猫 竟又把头转了回去 叔叔暗想 我是不是不该开口啊 他不会直接把我做成桌椅吗 迷你猫并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让他 把手伸进枕头下 他伸手摸出一瓶水 心中满是疑惑 这里怎么会有水呢 就在这时 迷你猫起身 卷心菜 有时候我看到愚蠢的东西 会变得亲切一些 无偿的好意少之又少 说完 一下跳到自己的床铺上 叔叔则看着手里的水 嫌弃地拿得老远 我是不会喝的 气愤地他把瞪腿砸得哐哐响 跟我扯什么亲切 不还是没来 可他身旁的两个人 也是很奇怪 总是喜欢整 他们这次要把手里的锤子 放到301号房的迷迭箱床铺下 杰克附和道 当预警发现锤子不见了 我一定会去打小报告 让他们最先搜查迷迭箱的床铺 糖果少女和杰克是 206号的犯人 他们的疯癫程度 仅次于迷你猫 他们既不敌视 也不害怕迷你猫 也是叔叔在监狱中 唯二能聊得来的狱友 叔叔觉得 他们可比迷你猫 有人情味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和迷你猫是同 叔叔向他们讲述自己前天 又差点连着被子 被其他犯人踩成肉饼 这时 杰克倒是给他想出一个办法 能让他摆脱现状 不过就是有点冷心 他瞬间来了精神 真的吗 什么方法 你可以给迷你猫当监狱妻子 听到这个办法 叔叔瞬间僵硬在原地 可在监狱 谁为我们主持婚礼呢 杰克也是无语了 这都什么脑回路 所谓的监狱妻子 其实就是监狱办的 单纯的叔叔此刻 大脑高速运转 当他想明白后 脸蹭的一下红了起来 可我们两个都是女人啊 那又怎么了 要知道 这个世上 甚至有人可以 和油桶翻云覆雨 所以卷心态 你要想活命 就得让自己在迷你猫眼中 比油桶更有魅力 叔叔又不懂了 这是啥意思 因为104号房的青鸟 已经盯上你了 她是奥赫墨上医院医员的女儿吧 可她为什么会盯上我呢 因为青鸟被迷你猫甩了 而她被甩的原因 似乎是因为你呢 此时 青鸟拿着短刀 抵在叔叔腹部 你长得真丑 她的刀滑到叔叔的脸上 头发像田鼠一样 眼睛还是黄色的 简直就像腐烂的垃圾 虽她用过激的语言攻击叔叔 但她还是想试图解开误会 我和迷你猫 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都是误会 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扬言要划破她的脸蛋 就在微信关头 迷你猫一脚踹门而入 看了一眼叔叔后 便自顾自地点了一根烟 你们继续 这可把叔叔气的后槽牙 都要咬碎了 这个无情的混蛋 人渣 可这时 青鸟却一脸兴奋地 跑到迷你猫身边 你的意思 是我可以随便处置她对吧 文言迷你猫开口道 青鸟 我喜欢女人 但是我并不想和你上床 迷你猫猛地抓住青鸟 拿刀的手 直接来了个反手擒拿 你对卷心菜是杀士寡 都与我无关 但今天不能对她动手 因为我的椅子 坏了 需要修理 叔叔一时竟不知道 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只是为了修椅子 叔叔回到房间 竟真的在修椅子 迷你猫则躺在床上 这时 他意识到 是个不错的时机 于是鼓足勇气 迷你猫 我有正经事要和你说 因为我最近实在太困扰了 但你也可以假装听听就行 迷你猫却想在梦里听 叔叔立刻上前拉起她 不行 我这就说 这次轻鸟的事 让我深刻意识到 我需要一个靠山 如果你迷你猫 能成为我的监狱妻子 其他犯人 应该就不会欺负我了 只见叔叔单膝跪下 他紧张地回想着 接下来要怎么做 接着伸出手 迷你猫 你愿意做我的监狱妻子吗 监狱里女孩并不知道 自己的室友 竟是男扮女装的风批大脑 大脑表示 我不想做 对我没好感之人的气质 卷心菜 你喜欢我吗 突然被这么直白地询问 他震惊不已 他呆呆地看着女女猫 此刻他心跳加速 在这暧昧氛围的加持下 叔叔脱口而出我喜欢你 但他又急忙解释 不过我并没有喜欢到 想喝你上床的程度 闻言 迷你猫老有兴致地问道 那你喜欢我到什么程度呢 还没等他回答 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迷你猫缓缓靠近他的嘴中 他没有抗拒 就这样 迷你猫吻上了叔叔的嘴 此时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子 暧昧地分为极具声温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吻弄得不知所 只是下意识地努力睁开眼睛 透过手指的缝隙看向对方 谁曾想 下一秒迷你猫竟以更强势地吻贴近 叔叔一正 这是什么 蛇钉吗 缠绵许久后 迷你猫离开了他的嘴 意犹未尽地用手俯上他的嘴 卷心菜 我的规矩是 接吻时要把眼睛闭上 这样我就会更加宠爱你 逐渐缓过神的叔叔 啪的一下狠狠给了迷你猫一巴掌 你疯了吗 你为什么随便亲你 此刻 他气氛不已 迷你猫也猛了 你不喜欢吗 我都稳筋的猫 叔叔攥着拳头 斩钉截铁地说 当然不行 因为你漏了接吻时最重要的意义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虽然我们并不相爱 但他也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 此时的迷你猫还是没明白他的意思 竟说 早知道我就把衣服脱了 文言 叔叔气愤地浑身颤抖 然后钻紧小群群 立声道 你要是敢脱 我就杀了你 迷你猫看着他气呼呼地可爱了 竟被逗笑了 别这么生气嘛 叔叔埋怨道 还不都是因为你 迷你猫看着他 从妻子嘴里听到这种话真让人难过 叔叔很是疑惑 我什么时候是你妻子了 你不是说不想做不喜欢你的人的妻子吗 迷你猫淡然一笑 你现在对我的喜欢 至少达到了能和我接吻的程度 文言 叔叔就那么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迷你猫 当花片搭地落在他手里 他被这冰凉的触感惊醒 急忙转过头掩饰自己激动的心 可此时他的脸连同耳朵一起红了解 大厅里 他再次拒绝了爱德文的探视 糖果少女很是疑惑 爱德文是不是有监狱情节 你都拒绝他八次探视 他还是一直坚持申请 杰克认为 他是不意让爱德文着急 可叔叔拿起探视申请的 无奈地说 我没有 如果我贸然接受探视 爱德文说不定会被负面报道缠身 不过总是拒绝他 他心里也很拨疑不去 于是 他第一次给爱德文打去电话 再次听到爱德文的声 叔叔竟有些激动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爱德文询问他身体 还有没有在发抖的情况 他让爱德文放心 都好了 而且还交到了朋友 叔叔 如果我说 我能以伊萨多克家族家主的身份 让你出狱 你有什么想法 叔叔突然听到自己可以离开这 竟有些激动 他想到了之前爱德文说过 一定会想办法整成真凶 于是激动地问 是真凶被抓到呢 可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不过如果我有其他办法 能让你出狱 你愿意出来吗 此刻 他犹豫了 说不想出去是骗人的 他把拳头钻得紧紧 但是他不能接受自己 背负杀人犯罪 然后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 他坚定地拒绝了爱德文 我还是更希望抓住真凶 喜情冤屈后再离开 爱德文没再说什么 随后 二人约定女后电话探视 自女孩与监狱大佬出吻之后 二人便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物 这天 叔叔对着一株羊苗 开心地哼着歌 迷你猫满心疑惑 这是从哪里来的野草 叔叔急忙解释 这可不是野草 是我刚从小麦布 买回来的西红柿羊苗呢 胡萝卜说只要精心栽培 这株羊苗定能接出 新鲜的西红柿 文言 迷你猫很是无语 在这监狱之中 恐怕也只有你会相信 那个女人的话 说不定她只是拿着树枝 在招摇撞天吧 她赶忙将羊苗 护在身前 怎么会呢 这不过是叶子有点枯萎吧 把她放在能照到太阳的窗边 就会好起来的 这时迷你猫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叔叔见对方没反驳 他瞥了一眼对方 刚开口说明天是探监日 就被迷你猫突如其来的闻 堵住了嘴 可这是在干嘛 他用力推开对方 诧异地问道 干什么呀 你又不是狗 为什么舔我 迷你猫不以为然我不是狗 但我是猫咪啊 你虽叫迷你猫 可终究是人了 这时 迷你猫似乎想到了什么 然后走到床边坐下 那我们就做些人类之间能做的事 这样总行了吧 叔叔被他的行为吓了一跳 什么叫人类做的事 迷你猫微微勾起唇角 用极其媚妇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抬手示意叔叔过来 就这样 两人又缠绵在一起了 可叔叔明显招架不住了 急忙喊停 等一下 迷你猫 我要喘不上来起了 见状 迷你猫却想逗弄一下他 一把将人推倒 叔叔猛啊 什么意思 只见迷你猫用危险的眼神看着他 他震惊地以为迷你猫要对他做什么 连忙用手捂住对方的嘴 等等 迷你猫 你先等一下 我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虽然我没想过和异性发生这种关系 但我也没想和同性做这个 可对方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他睁眼然后放开手 迷你猫这才发出声音 卷心菜 你在期待什么 强迫别人可不是我的作风 文言 叔叔顿时羞红了脸 刷得一下做起 气氛地质问对方明明是你把气氛搞得这么哀谓 而且你刚刚未经我允许亲了我 迷你猫淡定地回道 那是因为接吻只是一点甜头 而且你明明就很喜欢我的吻 被说破的叔叔顿时无话可说 可心里却按骂对方怎么能这么厚颜无耻 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偷偷看向迷你猫 一开始他还以为迷你猫是哪个大户人家被宠坏的大小 但他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外表 而且他为什么总穿着高领衬衫呢 他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 你为什么戴蛇钉 迷你猫眼神突然暗淡 因为我的舌头上有洞 那你舌头上怎么会有洞 因为爸爸的身边有针 看着对方的表情 叔叔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于是急忙转移话题 对了 明天是探监日 有没有人来看你 比如家人或朋友之类的 没有 我的亲人都死了 剩下的那些家伙把我送到了这里 又是一个不开心的话题 转移失败 可这时明里猫却反问他 为什么没家人来探视你 难道你的家人也都死了吗 想到家人 叔叔有些失落 他想到因爸爸离世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妈妈 他抱紧枕头 大概 是因为他本来就够难过了吧 迷你猫看着他 你这个理由比我的还要糟糕 探监日 叔叔再次与爱德文通话 当爱德文问最近还好吗 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叔叔却有些心虚 因为就算自己和爱德文像家人一样 但他也不能说自己最近被视有亲 而且成为迷你猫的监狱妻子后 确实没有再被其他人找麻烦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总是被迷你猫这般疗不 他的小心脏实在是备受折磨 迷你猫说他会善待自己想睡的你 这难道不是玩笑话吗 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会和迷你猫发生这样那样的事 怎么办 一想到那样的事 他暗下决心 一定不能再被那样的氛围迷惑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叫朗声 他回头看去 竟是轻鸟在和家人打电话 听得大概是因为他的母亲忙于工作 没来探视他 所以导致他情绪失控 这么丰批的人 他可不敢惹 于是小心翼翼地想要离开 可也就在这时 他听到轻鸟控诉妈妈就来一次 有那么难吗 这让他感同身受 于是鼓起勇气上前 关心道 你还好吗 你的手流血了 这时轻鸟怒视着他 慢慢攥紧拳头 男扮女装进入女子监狱 只为撬了敌人最爱的女人 谁知把他吃干抹镜后 最终控住不住沦陷爱上他 祖父交给他一个关于国运的任务 一旦失败 最终面临残酷的战争 我昨天看的言情小说也是这种开头 把老爷子气得浑身颤抖 黄毛为了缓解气氛 将一盆紫色艳丽的花呈到老爷子跟前 并说明这是他乖孙儿亲自栽种孝顺套 他这才缓解脸色 指着花询问用途 这个对身体好 你可以用他泡茶喝 这分明是带有剧毒的毒草 只需摄取少量 五分钟内可以让人一命呜呼 老爷子气得抓起东西朝他扔过去 他面不改色轻松施展魔法 物品就偏移砸向一旁 地旁吃瓜的小助理惊呆了 这S级高尖魔法实在太令 有什么话快点说 他不耐烦催促 混账 哪有你这样和祖父说话 你自己看吧 他拿起资料查看 狡猾的爱德文已经开始行动 利用魔法师的遗传基因信息 秘密研制对付我国魔法师的武器 你们三人 务必去一趟洛格温 为了将爱德文引出水面 他这才男扮女装进入女子监狱 接近他最在乎的女人叔叔 不过一同进来的两位伙伴意见有些不合 你你猫我现在不确定 那个女人真的值得我们做到这地步吗 然而和叔叔相处过程中 发现他不是那种没有脑子的女人 反而对他越来越感兴趣 想要快点驯服这只胆小的野兽 于是当晚就悄悄爬上他的床档 将手伸了进去 男人男扮女装钻入好姐妹被窝 势必要教会他幸福的滋味 你你猫白天明明还是个女人 走到了晚上成了身材魁梧的男人 而且还一个劲聊拨他 这种感觉令他奇怪又莫名喜欢 可他现在已分布清是现实还是在梦中 反复询问对方是不是真的迷你猫 而男人并没有确切回答他的问题 有你亲自确认不就好了 说完慢慢贴近他 第二天他睁开迷糊的双眸 瞬间吓得蹦起身 他昨晚竟然就这样睡着了 要是被人看到那种模样怎么办 试看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发现衣服还好端端穿在身上 这时突然掉下来一个脑袋 差点没把他给吓死 迷你猫询问他怎么一惊一乍 都把他给吵醒了 说着一边爬下床铺 影响别人的睡眠 叔叔不好意思道了歉 看着眼前身材恶挪多姿的迷你猫 更加确认昨晚只是一场梦而已 春梦当事人就在眼前 都不好意思与他对视 这时摸到床铺上的枕头湿漉漉的 肯定是睡觉时留了哈娃子 而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看来你昨晚做了个美梦 叔叔焦急找到青鸟 拜托他帮帮自己 把他拽到一旁的偏僻处 神秘告诉他这是个私人问题 不想回答也没关系 因为唯一能问的人只有他 青鸟好奇他想问什么 催促他别墨迹快点说 他这才鼓起勇气开口 你第一次 产生欲望是什么时候 听到这么炸烈的问题 他瞬间识话 你是问我第一次对别人产生兴趣是吧 他郑重点了点头 天啊 这叫什么事 我好不容易才戒掉 现在又响了 疑惑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难道对迷你猫没感觉吗 需不需要我教你 怎么让他无法出现在你面前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他昨晚梦到了迷你猫 但在梦中他是个男人 所以有些混乱 听此他顿感兴致所然 告知他是异性恋因此喜欢男人 所以迷你猫才会以男人形象 出现在他梦中 可他看到现实中的迷你猫 也会脸红害羞 他可是倾国倾城的美人 这世上还有谁看到他不脸红 叔叔想想也觉得有道理 你要是觉得可惜 可以去问问他有没有兄弟 难道是因为梦才这样吗 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迷你猫 即使是身为朋友的爱德文 都没有想象过和他接吻的画面 一想到接吻 倒海中瞬间回忆起 可迷你猫在浴室中那场吻 当时嘴里蔓延的苦涩味道 还记忆犹新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见 他脱掉高领衬衣 似乎脖子上有个疤痕 够了打住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绿色废料 就在他进入房间时 意外撞见迷你猫 正给米奇浇水 谢谢你 我今天太忙都忘记了 如果你指的是这盆野草 那就没错 他发现米奇今天长得格外清脆 两眼亮晶晶询问 他是怎么办到 昨天他明明还粘巴巴的 你真的好厉害 就像施了魔法一样 虽然第一次向他求婚被举 但他偶尔的关怀和温柔 总是让自己沉浸在甜蜜中 无法自拔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竟在由斯波亚人说魔法 如果让你不舒服 我向你道歉 哪料接下来对方温柔 捧住他的脸 卷心菜把眼睛闭上 他一时不明白询问原因 因为我要问你 白天他是肤白貌美的女 怎料到了晚上 成为身材魁梧的男人 钻入好闺蜜被窝 教会他幸福的滋味 然而单纯的女孩 却不知眼前的男人 竟是白天朝夕相处的好闺蜜 他一度认为自己只是在做梦而已 可那真实的触感又太真实了 直到第二天 看见身材凹凸有致的迷你猫 最终才确信那只是一场美梦 对方突然捧住他的脸 命令他把眼睛闭上 他一时不明白询问原有 因为我要问你 说完低下了头 他微眯着眸子注视 沉浸在甜蜜中的女孩 他真的每次都乖乖闭上眼睛 而叔叔发现迷你猫 今天的吻格外强势 他不明白直接询问对方 为什么每次接吻 你都让我闭眼 因为这是我的规矩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规矩 为了你 毕竟看不见 才更加容易忘记 我们迟早都会离开这里分道扬镳 听此他犹如如坠冰角 浑身仿佛试了力气趴在对方身上 想想迷你猫确实说得对 总有一天他们迟早会出狱 可以想到分别 他的心脏就止不住刺痛 他激动询问 你希望我忘记你吗 你也可以朋友的身份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他直白坦言 朋友之间是不会像他们那样接吻 这话瞬间令叔叔扎心 他勾起唇角 心抬起叔叔的下巴滚惑 要不要试试和我做羞羞的事 他顿时羞红了脸 什么 可我似乎是异性恋 我也是 可他明明记得迷你猫说过喜欢女人 他解释只是对女人感兴趣而已 你不是也对我有感觉吗 试一试吗 对方这极致暧昧的诱舞 让他的心理防线一步步动他 险些控住不住动摇的心 同时脑海中想起那晚梦中的男人 在他愣身间 迷你猫突然趁机贴近他 还不知好闺蜜是男二生 竟没完与他同睡一张床 谁知前夜两人刚降酿完 第二天叔叔就故意躲着他 原来整个帝国 乃至监狱都在疯传 他的母亲是卖国贼 因此不想连累迷你猫 所以每次碰面都躲着不和他接触 而他见叔叔莫名其妙故意躲避他 心情十分郁闷 他回到宿舍 为刚刚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发觉迷你猫这段日子经常去图书馆 也许是学安慰他的 可又怕和他接触反而连累了他 所以每次才落荒而逃 这时他想起好几天没给米奇浇水 谁知看到米奇的状态令他呆住 疏忽照料的西红柿不仅茁壮成长 竟还意外长出了花苞 他心里明白 是迷你猫默默帮他照料的成果 而自己却一直在躲着他 想起他愧疚难过留下痘大的泪珠 这边三人组秘密开个小会议 红毛询问起叔叔最近怎么样 回想起对方见了他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 脑子瞬间当机 这个嘛 我也不清楚 而黄毛看见迷你猫的表情一目了然 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养宠物的影子 如果你想养宠物的话就养吧 他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单纯的红毛误认为只是真的养宠物 只求迷你猫别像黄毛那样饲养个保护动物 最后沦落到受惩罚的下场 他信誓旦旦让红毛不必担忧 因为他养的不是保护动物 等迷你猫上床休息后 装睡的叔叔这才睁开眼眸 这段日子的躲避让他心里焦脆 可只能等妈妈的嫌疑解除后 再向迷你猫解释清楚 这样想着逐渐在抽气中沉睡 怎料陷入梦魇之中 梦中母亲将他给抛弃 只带着父亲的遗物离开了家 这是一双大手安抚着陷入噩梦的他 醒来时看见迷你猫正在身边守着 只要看到是身材魁梧的迷你猫 叔叔一度认为自己还在梦中 或许吧 你可以理解为 我是因为想你才会来梦中找你 卷心菜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 他想既然这是一场梦 说实话也无妨 于是就把这段日子躲避原因告诉对方 得知缘由 询问他为什么不与妈妈划清界限 因为我爱他 我总觉得只要我爱他 说不定能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 看见女孩卑微祈求妈妈的爱 一向冷漠的迷你猫动了侧影之心 带着怜爱与温柔擦拭他眼角的泪珠 虽然我不能给你幸福 但我能给你慰解 见他一副呆乱不明白的模样 你需要我的慰藉吗 说着逐渐贴近他 男人设计将深爱的女孩送进女子监狱 他就能如英雄般拯救落魄的他 到时对方一定会深深爱上他 但儿没想到狱中有个男扮女装的男人 将他最爱的女孩给试干猛进 这天叔叔焦急等待爱德文的探监 刚接通电话急忙询问 我妈妈他真的涉嫌国家内乱罪吗 自己蒙冤入狱就算了 妈妈怎么会被卷入这种事之中 爱德文劝他冷静一点 你母亲还没定罪 只是被软禁在家中 六声无主的他抽气着询问 接下来该评论 而男人享受着对方的依赖勾起嘴角 这件事恐怕通过电话讲不清楚 我们见面聊吧 挂了电话他心情反而十分愉悦 想象着他笑容灿烂甜甜喊着他的名字 他喜欢叔叔喜欢到发疯 甚至是想让那些占据他感情的人 都从这世上消失 没有谁比自己更爱他 而是自从意识到喜欢上叔叔 他完美地把自己伪装成对方喜欢的样子 原本傲慢不屑的语气 以及兵稳锐利的眼神 都随之不见 开始变得温柔亲切 很快成为人见人爱 众心捧约的男人 他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赢得叔叔的关注与好感 怎料一次无意中听到他的话 但这一切努力都功亏一篑 同学得知他们是住在一块的青梅竹马 询问他是否喜欢爱德文 听此叔叔感忙否认不喜欢他 只是把他当成家人而已 压根没那种想法 得知叔叔从未对他心动过 煞事难过的如坠冰叫 不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而是翻阅爱情36级秘诀寻找办法 可没过多久他放下书本颓废叹气 与其搞得这么复杂 还不如给叔叔洗脑爱上他 想象着对方喜欢他后 围着他团团转的可爱模样 可幻想终归不现实 还是得让叔叔真正爱上自己 又拿起书本认真学习起来 当一个人陷入困境 爱上救赎者的概率是95% 他这才设计将叔叔送进监狱 里面虽称不上安全 但至少女子监狱没有男人 战争时期也不会被送上战场 到时只要证明他是无辜的就能出狱 只要帮助他喜情冤屈 相信他一定会爱上自己 还没玩与男扮女装的好闺蜜酱娘 去不知对方实际是成年男性 每当他感到孤独与难过时 你你猫总是变成男人出现在他梦中 并温柔安慰他那颗受伤的心灵 然而不仅除了言语上的慰藉 还有行为上的抚慰 可他始终认为这只是一场梦而已 所以肆无忌惮做什么都可以 可奇怪的是 这次的梦比以往更加激烈 男人擦拭着嘴唇上的叶子 微眯着眸子看着叔叔 那目光犹如老鹰般盯着猎物一样 既然你抵达天堂了 今天也换我享受一下吧 听此叔叔立马羞红了脸 不禁怀疑这真的是一场梦吗 因为发生的一切实在太真实了 很快他否认 这荒唐的行为 只因上一次的梦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才导致又重蹈覆辙做这种梦 突然迷你猫将他给变翻位置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让他大惊失色 这跟他所学的课程完全不是一回事 叔叔浑身僵住 告诉他自己恐怕无法做到 迷你猫安慰他别害怕 慢慢来 并全程耐心指导懵懂无知的他 就这样 再试一试 叔叔发现他的眼神不对劲 心里更加惶恐不安 男人附在他耳边安抚 卷心菜别害怕 我不欺负你 最后叔叔气得数落他是个骗子 然而秘族的男人不以为意 随后他躺下不搭理对方 迷你猫反而觉得他的监狱妻子很可爱 上手轻柔抚摸他的头 实际是想安抚他睡觉 可叔叔反倒没有感到任何睡意 没得逞的迷你猫却悠闲与他闲流 你养过宠物吗 小猫或者小狗之类的动物 没有 难道你养过 我以前养过老鼠 给他喂过几次奶酪就直接驯服了 再得知他拿可爱的鼠鼠做实验 叔叔小脑瞬间萎缩 那是在我练习解剖学时 发现原本死掉的老鼠还在挣扎 所以就把他的内脏重新放回去缝盒上 他封批的所作所为 叔叔听了头皮发麻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悄无声息对他施展睡眠魔法 而男人还一边若无其事继续讲述 我给小老鼠制作了一个家 最后为了表达感谢 爬到我的手上撒娇 不管怎么说结局还算美好 你不觉得有趣吗 我剖开他的肚子 他却对我产生感情 听此他顿时压麻呆住 不过庆幸这只是一场梦而已 迷你猫奇怪 他明明施展了魔法 怎料他竟没半点反应 笑着说他就像那只可爱的鼠鼠一样 吓得他眼泪直接飙出 声音颤抖询问 你想剖开我的肚子吗 把迷你猫整个满脸猫 反应过来后瞬间跑步大笑 虽然那样很有趣 但我会一直养着你 说完再次加重向他施展魔法 这次他终于感到眼皮有些沉重 最终逐渐陷入沉睡之中 他明明平时这么迟钝 可偏偏三番两次摆脱他的魔法 他们的身体很契合 只可惜没做到最后一步 虽然只要他想要 就能尝遍他身体每一处 但轻易结束的话就没意思了 在这暧昧米丽的夜色之中 随着一声响指 当当身材魁梧和尔蒙爆棚的男人 下世变成了个身姿曼妙的女人